自从新店七八案之后 民众是文气色变 不过呢 一直有瓦斯外泄立刻引起恐慌 光是在今天短短一天之内 北台湾就传出了三件的气体外泄案件 包括了在人来人往的西门町电影街 三峡的大学路 还有桃园 龟山都传出了瓦斯外泄 瓦斯外泄现场警销拉起了封锁线 仔细一看 这地点就位在人来人往的西门町那身戏院旁 由于适逢周末假期 立刻引起民众不小骚动 原来是有民众发现 电影街的水锅盖散发出浓浓瓦斯 未下得赶快报警 幸好70分钟后状况解除 而除了西门町之外 连三峡的大学路也传出不明气体外泄 马路上的人孔盖已经被打开 又让空气流通向低气体浓度 而在三峡的大学路上 正在进行管线替代工程 却在回田时传出气体外泄 现场也一度封街500公尺 工程人员用锯子截断瓦斯管 不让瓦斯继续外泄 为在桃园文化路上 正在进行路面刨除 疑似施工不慎工人挖破瓦斯管 由于现场没有瓦斯周段法 只能先截断瓦斯等待抢修 一天之内三件气体外泄 幸好处理得已 最后都是有惊无险 记者综合报道